美國加強制裁,禁止俄羅斯還凍結外匯償還美元債務,包括本國在內多個國家,終會對發生在烏克蘭的戰爭罪行展開調查。蘇赫文報導。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,美國政府凍結克里姆林宮是美國的外匯儲備,但豁免俄方繼續動用這些資金支付公債食票。 不過美國財政部今天宣布,禁止俄方動用這筆錢來支付俄國公債持有人6億多美元的到期債務,目的是要令普京政權權衡利弊。 手中的美元是用來履行債務,還是支援戰士,或者選擇不履行債務,面臨前所未有的債務違約。 針對在烏克蘭境內發生的屠殺平民的戰爭罪行,不僅是國際刑事法定和聯合國將會進行調查,本國王家騎警,以及法國,德國等都表示將會啟動獨立調查。 有專家說,上至普京,下至是烏克蘭的俄軍士兵都是調查和起訴的對象,重點是要搜集證據,證明這些平民或戰夫是被下令屠殺。 有親克里姆林宮媒體近日發表社論,說烏克蘭是納粹的同意詞,去除烏克蘭就是去除納粹。 西方學者說,這些是普京政權在為戰爭罪行找藉口。